蕭先生,《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我剛才上去Google看看你選擇,你讀文學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英國文學 Oliver Triss,你讀過的 The Road to Wagon Pier,你讀過的 1937年 1937年George Orwell 形容的英國工人 今天就在香港發生 穩極都不夠吃 你讀書來讀做什麼 我知道你後來讀了公共行政系 升官都快了,2008年做了康復專員 現在康復搞成怎樣,我不知道 張建宗也是讀英文的 現在又是,就去讀,做了盧福局的常秘 搞了膠樽,搞到烏裏麻茶 還要升官做局長 現在還要官拜師長 你們是升官啊 你們升官的青雲路,有幾多白骨堆啊 我都不好意思罵你 你一個暴君之下,一個科正底下 這個梁振英,叫你們去搞這個標準工時的立法 浪費了幾百萬公帑,搞到奴方要忽袖而去 你繼續都做的 就是說,你要強搶新娘的新娘走了去 你繼續要拿生雞去拜堂成婚的 你是讀文學的人 回去想想 梁振英不是讀文學的 梁振英是讀測糧,賺錢的 重量行的 阿哥 今天 香港 沽勇大量的保安 清潔 和零售業的中資財團 他不會 給你們 加重她們的負擔的 活山生 食人的社會 在說什麼? 自由責業 當你要養兩個兒女 或一個兒女 三餐不計的時候 你要做十六個小時 這就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工人生活 也就是1937年 早早說的英國工人生活 我們已經是2017年了 回去讀書 啟哩自己心靈